有邮轮公司开设新的亚洲航线 推出来往香港至新加坡的航程 途经越南、泰国等地 邮轮公司代表预期 邮轮旅游在亚洲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加上启德邮轮码头首个拍位 明年年中会启用 期望以香港作为其中一个武港 吸引更多内地旅客 香港在亚洲来说 除了新加坡和上海 是其中之一个最重要的港口 再加上香港的旅游配套 其他的经济发展 其他的设施 亦都是在亚洲区来说是首位一致 整体的邮轮经济 已经开始了启动了香港 我们对这个前景 加勒比海邮轮和清英邮轮 都对香港这个前景 在游轮前景也对期望很大 他预期新航程 每个月可以吸引多4千多名 来自美国、欧洲、澳洲等地的旅客访港 而旅游发展局就说 会加强游轮旅游的推广工作 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 亚洲游轮枢楼的地位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曾子伦报导 这次 欢迎订阅 到这里 欢迎订阅 我们在这里 欢迎订阅